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首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他将放弃竞选自民党总裁 这意味着他将在9月份卸任首相职务 岸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的退出是为了展示自民党的改变 并将集中精力支持新当选的领导人 这位67岁的首相自2021年上任以来 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和政治丑闻的困扰 导致支持率急剧下滑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大手笔军售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项 价值20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将向以色列出售50架战斗机 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和军用车辆等 这批武器预计要到2029年才开始交付 旨在帮助以色列提升其长期军事能力 这次军售正值中东局势紧张之际 美国希望通过这些武器 增强以色列的自卫能力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次军售背后的国际局势 美国警告伊朗可能在近期发动攻击 法国 德国和英国也呼吁伊朗保持克制 但遭到了拒绝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导致大量平民伤亡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了三阶段的加沙停火提案 但目前尚未取得成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岸田文雄放弃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 将于9月卸任日本首相 美国之音中文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 8月14日出人意料地宣布 他将不会参加9月份举行的自民党党魁选举 这意味他将卸任日本首相一职 从而结束其备受物价高涨 和政治丑闻困扰的三年首相任期 岸田文雄星期三在东京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不再竞选自民党总裁时表示 在这次党总裁选举中 我们有必要向民众展示 自民党正在改变 这个党是一个新的自民党 最简单易懂得体现 自民党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我本人的退出 我不会参加党总裁选举 岸田文雄说 我现在将以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 集中精力支持新当选的自民党领导人 现年67岁的岸田文雄 自2021年10月上任以来 受到物价上涨 打击日本人可支配收入 以及多起丑闻的冲击 他和自民党的民调支持率急剧下滑 惨跌至20%以下 他担任自民党总裁的三年任期 将于今年9月届满 岸田文雄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他一直在考虑辞职 但希望等到他能将自己的关键政策推向正轨 包括呼吁恢复核能的能源政策 大幅增强军力 以应对该地区的安全威胁 改善与韩国的关系 以及进行政治改革 被视为下届自民党总裁的热门候选人 包括一些资深议员在内 例如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 数字大臣河野太郎 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 外务大臣上川杨子 和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 据独卖新闻报道 部分自民党议员 对前党内二号人物 前干事长石破茂 以及前环境相 也是前首相小权纯一郎之子 小权进次郎 寄予厚望 自民党掌控着日本国会两院的多数席次 赢得自民党党内总裁选举投票的新领导人 将接替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 今年早些时候的地方选举失利 削弱了岸田文雄的影响力 自民党国会议员 先前已表态 在下次大选前 有换一个新面孔来领导的必要 自腐败丑闻爆发以来 岸田已经撤换了多名内阁大臣 和自民党干部 解散了被批评为 金钱政治根源的党内派系 并通过了一项 收紧政治资金控制的法律 但其政府的支持率已有所下降 该丑闻的核心是 通过出售政党活动门票 筹集未申报的政治资金 该丑闻涉及80多名自民党议员 其中大部分属于此前遇刺身亡的 前首相安倍晋三 所领导的一个主要派系 今年1月有10人被起诉 包括议员及其助理 自民党选择的继任者 可能面临生活成本上涨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 以及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明年可能再次担任 美国总统等问题 岸田文雄 作为日本战后任期第八场的领导人 他通过大规模刺激之初 带领日本走出了新冠疫情大流行 不过岸田后来任命直田河南 Kazoo Ada 出任日本银行 央行 新总裁 其职责是结束前任日银总裁的激进货币刺激政策 日银7月份意外加息 掀起股市动荡 并导致日元大幅下跌 与过去不同的是 岸田文雄还放弃了 以企业利润驱动的捐低经济 Trickle Down Economics 转而采取旨在提高家庭收入的政策 包括提高工资和促进股权持有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岸田政府一直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 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ladimir Selansky 参加广岛G7峰会 并访问了基辅 在岸田文雄的领导下 日本还承诺到 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 达到北约组织NATO 标准 极占GDP的2%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 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批准对以色列200亿美元军售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 8月13日宣布 已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武器 其中包括50架战斗机 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和军用车辆等 并预计在2029年开始交付F-15战斗机 这批军售宣布之际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以色列正准备应对伊朗及其盟友 可能即将发动的报复性攻击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美国警告 伊朗最快本周发动一系列攻击 法国、德国和英国呼吁伊朗保持克制 但遭到拒绝 美国国会已被通知这些即将进行的交易 其中50架F-15战斗机占了最大份额 另包括用于现有F-15战斗机的更新套件 AIM-120C8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M-RAM 价值7.7亿美元的120毫米坦克弹药 价值约6000万美元的高爆迫击炮 中型战术车辆 FMTV及相关设备 然而 这些武器预计不会很快运敌以色列 合同的完成需要数年时间 大部分所受武器 旨在帮助以色列长期提升其军事能力 预计的最早交付时间 要到2026年 首批战斗机的交付时间是2029年 美国国务院 在关于这批军售的声明中表示 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 协助以色列发展 并保持强大且随时准备好的自卫能力 这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这次军售符合这些目标 以色列国防部长 约阿夫 加兰特 UF Gallant 在社媒平台X上发帖 感谢美国官员 帮助以色列 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 以及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盟友 和武器供应国 美国官员今年6月对路透社表示 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已向以色列运送了超过1万枚 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炸弹 和数千枚地狱火 Hellfire导弹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 摧毁了加沙地带 导致大量平民死亡 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中东战争 华盛顿正与埃及 卡塔尔等地区调解方一道 努力促成停火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5月提出三阶段的加沙停火提案 但到目前为止 该方案的谈判尚未取得成果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去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 造成以色列1200人死亡 并劫持了250名人质 以色列之后发起报复性反攻 并誓言剿灭哈马斯 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门称 以色列的反攻 已在加沙造成近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由于平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拜登政府不得不再继续支持以色列 和限制对以色列军售的呼声中间 保持平衡 今年5月在以色列对加沙人口 稠密的平民区持续空袭的情况下 拜登政府首次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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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